林太掩啟政中說你沒有陳鴻佳那麼有承擔的說法 就著陳鴻佳這個個案,我再講幾句 昨日我收到陳鴻佳親自寫給我的信 主要是說她已經決定回台灣自首 希望特區政府為她提供相關協助 我們對於陳鴻佳作了這個決定 亦都覺得特區政府應該積極跟她去跟進 所以昨天已經透過一個工作機制 由香港警務署發信給台灣刑事警察局 第一清楚表明這宗台灣謀殺案的涉事的人 是決定了自首,她亦都會將會在下個禮拜 在香港犯罪的營館出獄 第二亦都表示港方非常願意按住我們法律的基礎 我們往時工作的合作方式提供協助 在這時候引起我們做逃犯條例修訂的其中一個原因 即是港壽社會關注的個案在這裏有發展 我都形容是一個對受這件事影響的人 是一個釋懷的結局 所以我們特區政府都很願意來促成這件事的出現 即是可以安排或協助陳藤佳可以回到台灣自首 你確實你會協助陳藤佳回台灣自首 其實可以具體說你們會怎樣協助 例如你會否寫信求情希望可以免去死刑 另外法務部自然聲明都是說 其實是希望香港國安方延長他的經驗 亦都希望在香港他們願意公平地 交證據給你們在香港的投入處理去防殺罪 其實如果見到這可能性是法務部 那邊台方和你不接收它 那麼香港應該處理呢 第二我想問一下 關於政府和法國記者證什麼問題 政派文在你的立場怎樣支持 關於你剛才轉述台灣當局提出那兩個意見 其實我們早前已經作了一個回應 第一經過警方很深入的調查和採納的證據 經過律政司也很嚴肅的跟進和看過 是沒有這個基礎在香港用香港的法律 來檢控陳同佳在台灣這宗謀殺案 所以這是很清楚的 我們根本碰好這個法理基礎可以做 第二就是提出要我們繼續拘押陳同佳 這個同樣都沒有法律的基礎 因為陳同佳在香港犯的事是一個清洗黑錢 現在判了刑刑期戒滿的時候就一定要釋放 因為他釋放之後他是一個自由身一個自由人 所以今次他決定了自首看來那個出路 就是能夠透過一些協助和安排 讓他可以落實他自己的心願 回到台灣來自首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很清晰 至於你說能夠提供哪方面呢 我不想在這裡具體講 因為這是雙方的執法機構 大家要經過溝通來作出 不過我剛才在電台節目都跟大家援引了 一個累近的個案 2016年的個案 亦涉及香港人在香港謀殺了香港人的案件 前途去台灣 但因為兩地亦都沒有疑交逃犯或刑事互助 都是扣過在一些執法部門的工作程序裡面 而達至可以將涉案的人回來香港被拘捕 那次應該是台灣第二屆出境 港方人員就在第二屆出境那一刻的地點接收了他 當他抵達香港的時候 就可以合法拘捕和檢控 至於第二個問題 因為這麼多傳媒記者在這裡 我都在這裡嚴正地說 我們沒有任何意圖 沒有任何計劃去做一個統一記者的登記 更加不會做一個所謂去審核 究竟誰可以去採訪的工作 言論之後在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完全認同媒體是有第四權的功能 所以我們的工作都是促成方便傳媒採訪的工作 如果大家記得我在上任的時候 特別安排了讓網媒都可以跟新聞處爭取 亦都成功爭取了可以進來政府的地方 去參加我們的記者招待會 而好似最近一個記者招待會 我新聞秘書特別讓網媒都可以 一樣是問問題的 所以這裡必須言證澄清一下 否則透過網上不斷的傳播 或者還有些個別人士 亦都是藉此來批評強烈地反對 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所以在這裡就是言證澄清 為甚麼聖誠話呢 《瑞士招待會被誤會》 現在已經會成立 按摩 感谢观看